好 今天要跟我們進行線上對談來評論時事的是台北市議員楊枝斗 斗哥早安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斗哥我們想請教一下喔 其實呢在秘魯的這個最後一次的習拜會喔 那當然這一次大家關注的是 習近平呢他首次來點名台灣的領導人 直接點名了賴清德總統的名字 那甚至呢也希望說 美國應該要認清賴清德跟民進黨他們的這個台獨的一個本性 好所以呢我們想問一下 因為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這個對岸的領導人點名 台灣的這個總統 你看過去小英八年也沒有發生過 那這一次呢除了說是可能講給準備要上任的川普聽的 您覺得還有什麼樣的弦外之音呢 我先講這個座位秩序的安排問題齁 其實我並不覺得 秘魯有背景硬到或是膽子大到說 直接把這個拜登當成路人一樣排在第二排最邊邊喔 因為美國人他們是非常的驕傲 而且非常有致敬的嘛 就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他們在選舉的時候 固然是殺來殺去的 就是刀刀劍骨喔 可是他們對外他們身為美國人這個至尊是不容許 被外人這樣子隨意的踐踏的 所以不管是共和黨 甚至民主黨 你只要是個美國人 你看到這個拜登那麼不受待見 怎麼會在這個重要的峰會上面 然後竟然坐在第二排的這個區域 多多少少心裡會覺得 欸 非常疑惑 甚至有點傷到至尊啦 喔 美國人是會這樣看這件事情的 所以比較有一個可能喔 是不是這個秘魯其實有安排好 可是拜登他就是 有時候他 大家最為詬病的就是他有時候因為他這個精神啊 這個已經比較年邁了喔 會有一些常常忘記脫稿演出的狀況 所以搞不好他自己走到這個第二排去喔 就是大家就覺得說 欸 美國總統你往前站 往前站啊 你請請請 拜登就說 我堅持要坐後面 不然我想不到為什麼秘魯要特別的做這樣子的佈置跟安排 因為就地緣政治或是這個整個交易 貿易上面的 close 的程度來講 秘魯跟美國跟中國大陸 肯定是秘魯跟美國的聯繫感會比較強嘛 那結果竟然是做這樣的安排 是有點不可思議喔 只能用可能拜登啊 自己心中有想法來做解釋 不然秘魯應該是沒有辦法那麼膽大妄為喔 那當然這一次的這個峰會 最關鍵的就是拜登跟這個習近平的對話喔 你看這個整個世界都在看啊 代表拜登即便他快要卸任了 他這一次去秘魯是畢業旅行 那他們的對話之間 還是有透露著這個美國政府的態度 跟這個習近平習主席 他未來想要對台海問題的一些 嚴肅的方面上面做一個更深入的探討嘛 那為什麼要透過跟拜登的會舞去傳達說啊 我們直接點名賴清德 然後我們也不容許這個台獨問題 繼續的在台海之間發酵 理由很簡單嘛 因為過去四年 雖然拜登現在已經確定不會再連任了 可是過去四年 中國大陸跟美國政府之間 至少有一個共識叫做就是一中嘛 不管是叫做一中原則還是一中政策 中國大陸跟美國之間就達成一個協議 就不要讓台獨的勢力蔓延起來 那這件事情怎麼去證實 就即便你蔡英文過去八年喊的多麼開心 就喊說啊我們台灣怎麼樣怎麼樣啊 可以去參加什麼國際的 不管是比賽啊 或是什麼協會啊什麼組織啊 可是你一遇到台獨的問題的時候 拜登政府都是非常強硬的說 我們是不支持蔡獨的 這個民進黨政府在過去八年被打臉非常多次 不管是川普的時候拜登的時候 美國政府基本上都不希望台海之間發生衝突加劇的狀況 也就是說他們會堅定的反對台獨 可是拜登跟習近平過去有那麼密切的 你說他們在打貿易戰 可是你這個有些時候互相打仗的彼此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你就知道說對方可能在想什麼 要下什麼招 然後私底下有一些國際上面的聯繫 例如說這一次的這個 在APEC的這個會舞 就可以知道說這個即便在貿易上面 在國際情勢上面 中美都想要去爭一個霸主的地位 可是他們的聯繫一定是密切的 至少知道對方可能想要幹什麼的 因為都已經經過這個四年的大家 不管是作戰也好協商也好 都有一個基本上對彼此的認知 可是川普上來 相信這個看中天的觀眾都知道 川普之所以當選 是因為他這個人有很多不確定性 然後一直想要美國重訪巔峰 一直反對拜登的很多很溫和的政策 然後他們在選舉的時候都一直揚言說要加速 這個跟中美之間的擴大的對抗 要把這個大陸給打趴下來 都是用這樣子的宣傳手法 川普這個人又 比較不受控嘛 所以習近平 領習主席跟中國大陸的當局 當然會覺得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面對一個即將上台的 這樣的一個衛報彈 我必須要強硬一點 這件事情是講給川普聽 也是講給賴清德聽的 他講給川普的意思就是 我已經點名了 賴清德這個人他非常有問題 這件事情你們美國也知道 美國也對賴清德非常的憂心 所以對於我們的軍備 包含說從四個月變成一年的兵 包含說之前說最好每個人手上配一支槍 的這些政策 都是對於賴清德這個人他不穩定 他上來之後會不會引發一些導火線 所產生的擔憂的提問 所以今天最大的問題就是賴清德 要不要堅持他的台獨的立場 然後繼續的做一些台獨的工程 如果不要 我中國大陸可以允諾你 在台海之間大概這幾年 不會有什麼很嚴重的衝突 甚至我們的學者判斷也很正確啊 等到20 就是下一個這個峰會的時候 APEC再繼續主辦 是由中國大陸這邊來主辦的話 他們泱泱大國可以展現氣度 依照慣例來邀請各國的代表來參加 各區的代表來參加 但是我們從歷來的歷史紀錄來看 誰最希望被中國大陸拒之門外 誰最希望兩岸之間斷聯 甚至國際上面斷聯 就民進黨政府啊 每次有世界衛生相關的組織或會議 我們被擋在門外的時候 民進黨政府就是這個時候最適合拿出來做政治宣傳說 中國大陸是如何迫害 中國大陸是如何不給面子 中國大陸是如何的邪惡 就不讓民進黨政府派代表去參與 所以每次發生這些事情 就是民進黨要去博取政治同情 政治聲量的時候 而這個是賴清德在執政之後 也相當一貫慣用的手法 今天當然習近平跟已經快要退休的這個拜登 他們這一次會談就是講給川普 講給賴清德聽的 特別點名賴清德了 不要搞這些有的沒有的 那習近平也跟我們的川普接下來的任期講說 你繼續保持過去一貫的一中的這樣的原則 我們就會相安無事 所以這個談話已經不是講給拜登聽了 是講給這個關注中美兩國外交 關注台海情勢緊張的學者專家 講給賴清德聽 講給川普聽的 所以真的要非常的嚴肅看待這件事情 如果因為過去幾年來 這個習近平主席從來沒有點名過我們的總統 來特別的談話 那大家都知道賴清德是美國也認為 他有台獨傾向 而且可能會發生非常嚴重的後果的 所以希望這個川普 雖然是一顆衛包彈 雖然他這個殘有驚人之舉 但是為了台海的和平 也務必要把賴清德的台獨傾向納入分析 把習主席的話給聽進去 柔油費加顏值逆食奇蹟 火腹露全俏精華精華生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